深夜一家酒吧正准备关门 突然闯进来一名持枪歹徒 抢走了酒吧今天营业的钱财 临走事后还打死了酒吧老板娘 麦克带人立即赶到了现场 判员说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一期简单的入室抢劫案件 酒吧的保镖存活了下来 据他叙述歹徒是一名黑人男性 上身穿着一件绿色的戴帽运动衫 下身穿着一件黑色运动裤 就在他们勘测现场的时候 巡逻警抓到了歹徒 并且在他斗中搜到了刚刚抢劫的赃款 保镖当场指认歹徒就是面前的人 这让麦克等人震惊不已 因为抓捕的人正是他们的调查员小黑 由于案件涉及到内部人员 罪案调查科被下命令退出这起案件 把所有采集到的证据都交给了重案组 与此同时酒吧不远处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戴拉和小白负责调查这起案件 一个黑人男性身上只穿了一个大裤头 死在了一件小屋内 在死者身上发现了真言 很显然死者是一个瘾君子 在地上找到了一枚戒指 经过法医检查男人的死亡原因是吸毒过量 他吸食的毒品中被人加了特殊的治患药 还在鼻腔中找到了火药残留物 另一边审讯室内的小黑 对于杀人抢劫的事情拒不承认 说自己每天晚上都会跑步 但是经过检查在他手上发现了火药残留物 身上的脏款也是酒吧的 最重要的是保镖指认他就是凶手 小黑坚持认为有人在陷害自己 虽然没有找到杀人的凶器 但现有证据完全可以对他定罪 就在这时候迈克不顾劝阻闯进了审讯室 他紧紧关闭了审讯室的房门 利用短暂的时间对小黑进行了询问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组员 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在进行一番简单了解之后 迈克被中案组撵出了警局 同时小罗发现实验室内 来了一批陌生的技术员 他们正在对小黑的衣物进行火药残留检测 发现检测结果呈现阳性 小罗立即想到了昨天的一起案件 小黑为射案枪支进行了弹道对比 手上一定会沾有火药残留物 这些残留物同时也会转移到衣服上去 虽然几个人十分着急 但是却帮不上一点忙 不死心的小白找到了酒吧保镖 从谈话中可以知道 保镖指认小黑就是凭借衣服 当天他们都准备关门打烊了 怎么可能看得轻凶手面容 更何况持枪歹徒还是一名黑人 回来后发现戴拉和迈克在探讨小黑的案件 原来没有心情办案的人不止他一个 所有人都在为小黑的事情烦恼 众人对小黑案件进行了分析 如果有人想要设计陷害他 这个人至少筹划了三周的时间 结合案件特点让迈克想到了一个人 就是前不久刚刚越狱的一个酒保 这个酒保在我昨天发的作品中有提到过 当初他的哥哥在酒吧枪杀了调酒师 他一直坚信自己的哥哥是冤枉的 为了这件事情 他首先杀害了哥哥案件中的陪审团首席 随后又杀害了哥哥案件中的辩护律师 手段极其残忍 小黑案件和他哥哥的案件 共同点都是通过目击证人的指认来定罪 而事实和迈克猜测的一样 酒保现在居然伪装成了辩护律师 他来到收押小黑的监狱来探望他 酒保当着小黑的面说就是他在冤枉他 小黑当场暴走 但现场警卫却没人相信他 认为小黑是被定罪情绪激动导致的 迈克收到消息立即找到了小黑 小黑也想起了当天跑步时候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当天跑步路上他撞到了一个人 脏钱一定是那时候被塞进口袋中的 就在这时候有人递给了迈克一张纸条 大袋意思是明天上午10点让迈克一个人赴约 他手上有能够洗刷小黑冤屈的证据 第二天迈克准时赴约 突然都中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发现并不是自己的手机 接通电话后里面传来了酒保的声音 按照他的要求走上了电梯 在对面电梯中看到了拿着手枪的酒保 酒保说这把手枪就是杀害酒吧老板的枪 拥有这个完全可以帮助小黑洗刷冤屈 前提就是找到证据还给他哥哥清白 等到迈克追过去的时候 发现酒保早就已经失踪不见了 回来后迈克调取了当年酒保哥哥案件资料 并且对酒保的手机进行了定位 发现酒保现在人就在当年他哥哥出事的酒吧中 小白却发现了一件事情 当年被杀的调酒尸手上戴的戒指 和他现在调查的一起案件中缴获的一模一样 同时小罗对比了两起案件的火药残留物 发现枪杀酒吧老板娘的人 其实就是隔壁吸食毒品过量死亡的黑哥 看来这一切都是酒保设计的 就在这时候电脑上弹出来一条消息 要求小白一个人带着取证箱来酒吧 很快小白来到了酒吧 他拿出了那枚戒指 调查发现这枚戒指是当年酒保哥哥的遗物 所以顺理成章交到了他的手上 但是他却不知道 这枚戒指真正的主人就是那个调酒师 最终的结果调酒师就是他的哥哥杀害的 并且还拿走了他的戒指 面对这样的结果酒保当场崩溃了 这么多年他一直为哥哥洗刷冤屈活着 没想到到头来哥哥真的是杀人凶手 这一刻他似乎看透了一切 很快小白重新抓捕了他 至此这起案件也到此结束了